大家好,我是陳志千律師 今天是2024年7月18日,星期四 今天我想跟大家跟進一下 河馬和河先生的事件 因為河馬在直播中說想嫁去美國 然後要河先生做管家 我會跟大家說說這個鬧劇的發展 他們的聚生狀況 以及河馬究竟能否做到網紅呢? 能否抵貨呢? 我都會跟大家一一分析 加一些我的意見 好,我們立即開始 其實河馬對河伯的態度 180度轉變 在他的直播中已經發現到一些蛛絲馬跡 在早前的直播中 當河伯不小心進入鏡頭的時候 河馬就立即大聲呼喝河伯 就罵他 做甚麼又被人拍到你啊? 還有又說他 你是否教不聰呀? 說這些難聽的話 河馬還要眼神凶狠 這樣和昔日 扮了小鳥的人 捱著在河伯身邊的河馬已經不同了 近日河馬更加在直播中 說自己有意改嫁去美國 我又不知道美國有誰會娶他 說真的 離奇的就是 當河馬說改嫁美國的時候 他竟然是用普通話直播的 為什麼會觸發到河馬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其中一個粉絲 他就說河馬可以帶兒子 一起去改嫁去美國 而河馬就說 如果他將來的老公不介意 他也可以帶河伯過去的 就當河伯是一個管家 幫他打你花園 摺一下衣服 做家頭世務 可能是因為河馬以為用普通話說 河伯就不會聽 但是河伯就當場這樣激動 回應回河馬 河伯更加爆了一句 令我覺得有點噁心的說話 他就說 我看著老婆和人上床 多難頂呀這樣說 首先我立刻人問號就是 河馬何德何能可以教去美國呢? 有沒有人要呢? 是不是? 還有你怎會有人男人想跟你上床呢? 除了河伯之外 河伯就是一個奇人來的 吃得下你 噎得下你已經 我想絕大部分的網友 都會同意我的說法 即是河伯連河馬都噎得下 是不是? 這樣的意思 那麼大概他們的鬧劇 就到這裡為止了 那麼我覺得其實河馬和河伯 很明顯就是在製造Noise 在製造Noise 就是為甚麼呢? 他們要Noise才能維持他們的熱度 這麼說 因為其實已經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他們要搞這些 扮世 什麼教去美國 在這裡耍花槍 講一些噁心的說話 來吸引網民的注意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低焦的 還有我覺得河馬是不會有人幫他買東西的 其實河馬現在這樣做 只會越做越衰的 還有我又很奇怪了 為甚麼河伯還未看清楚河馬的真節目呢? 或是他其實都已經是入局 一起欺騙網友這樣說 還有河伯我想那450萬 就怎樣拿不回來的 其實他應該沒甚麼錢的 就肯定是窮的 但河馬又還未離開可伯 我覺得河馬很明顯是用這個可伯作為一個旗子 是利用他的 拖出拖入 拿去做show 來增加自己的人氣 因為他明白的 如果沒有了可伯 這個人偶在身邊 其實他是沒有價值的 只有他們兩個在一起出現 才有一點點的新聞價值 其實他們都屢次說是離婚分手 但這些全部都是用來 我講過了 就是要引起網民的注意 其實一開始我也有點同情阿可伯 但現在我已經完全不同情他了 還要覺得他和河馬同流合污 兩個人一起博流量 騙一些網民 這樣 在這裡呼籲各位網友 千萬不要再看他們的影片 或者是支持他們幫他們買東西 因為如果你們看他的影片 給流量他 其實只是助長他們的惡行而已 這些人是絕對不應該姑息的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 在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法律 都制裁不了他們 絕對是已經違反了所有的道德標準 也都是摧毀了三觀 這些是完全非常有問題的 還有以前說什麼真愛 說怎麼會陪他一生一世 那些完全是謊話來的 說真的 當日現在可伯沒有錢的時候 河馬就利用他 拿乾他的作為一些價值 大家覺得我覺得對不對 以現時的情況來看 我想其實 可伯已經是泥足深陷 中毒太深的了 已經是不可以回頭 即是他想和河馬離婚都不行 因為他已經中叛親離了 他的子女都不會理他的 大家說是不是 變了他只可以依附著河馬 希望用他和河馬的 還有少少的人氣 找口吃 說真的 其實之前防署都說已經在調查他們 我希望防署盡快調查他們 就收回他們的公屋 讓他們嘗試睡街的滋味 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人 可能做乞衣 都未必會有人給他錢 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兩位 如果是真的不想繼續有惡果的話 就是應該懸崖立馬 說真的 真的不要再做什麼直播 各樣那樣的了 老老實實 可白你就找份工作出去 都有人請的 說真的 現在找工作 香港人沒有最高年齡限制 那你可以是否找份保安 做看奸 河馬 你找份是否做市應 你說些廣東話這樣 我覺得你都可以做淡仔阿姐 當然淡仔請不請你就一回事 你自力更生 好過你現在出的直播 搞到污煙瘴氣 絕對是 污染了各位網友的眼睛 我覺得 最後我想多謝各位網友 因為我的訂閱數已經剛剛超過了三萬八千了 希望可以努力這樣向四萬進發 剩下兩千而已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朋友 又覺得 我覺得OK的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訂閱我的頻道 好 好我今天跟各位跟進關於 河馬和可白的醜事 的鬧劇就到這裏 各位網友有甚麼意見 覺得我覺得對不對 都希望各位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我也會做一回應 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這條片是講得有道理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節五 每日一片 跟各位講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軟性新聞 一些騙和對身行騙手法 以及各位可以怎樣防止被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跟各位講一下甚麼是對 甚麼是錯 讓各位不會誤墮法網 多謝大家